渔民将轻生女儿投入大海 只为引出那世间寒有的娇人 随后 她又狠狠掐住女儿的脖子 以换取娇人善良的眼泪 那晶莹剔透的眼泪落入海中 瞬间变成了珍贵无比的娇珠 其他两个渔民见状立刻跳下去捕捞 这时女孩 眼看就要窒息 她情急之下 咬破渔民的手 才让她清醒过来 那时 海面掀起滔天巨浪 一下就拍翻了小船 渔民的血 又引来了无数条鲨鱼 其中一条巨沙 静止向女孩冲来 女孩只能两眼一闭地等死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 竟发现 又是那个漂亮的娇人小姐姐救了自己 女孩随即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茫茫的大海上 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她的手上 还多了一个神奇的印记 晚上 村民们因为交不出上好娇珠 正要被官兵抓走 关键时刻女孩出现 可没想到 官兵见到这些极品娇珠 立刻起了贪念 想要据为己有 混乱之中 女孩为了救娘亲扎伤了官兵 就在她马上要被官兵斩于剑下之时 一个戴着白银面具的男人救下了她 这天皇帝在打猎时 被刺客团团围住 身为暗卫指挥使的男人 无故自身安危护其周全 皇帝不胜重剑 可剑伤却奇怪地反噬在了男人身上 海誓看到皇帝静在眼前 想起自己家破人亡 都是败他所赐 恨不得现在就杀他报仇 可却被男人悄悄制止 就这样 海誓随着男人 来到了他所在的季风馆 还拜对方为师 从此随师父姓改灵方海誓 每天跟着师父席字 练剑对弈 日子过得充实又安逸 分去秋来 转眼过了十年 海誓从一个小女孩 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可她依旧以男装饰人 皇帝元宵节去逛灯会 却意外遇到一位异国公主 不料 她竟对公主一见钟情 一眼万年 上次说到海誓担心师父的伤势 就亲手煮了一桌子的好菜 给他补身体 还毛遂自荐地说 自己想进宫某个差事 其实就是 想找机会报仇 却被师父 看穿心事无情拒绝 这天 海誓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 方卓英鄙视射箭 却被师父斥责 耍小聪明 投机取巧 晚上 海誓和自己赌气 要射够五百支箭 才能去睡觉 皇宫中 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皇帝 对任何奇珍异宝 都提不起兴趣 直到身边的老太监 提醒他过几日 就是上缘佳节了 这才勾起皇帝对往事的回忆 那一年 也是上缘佳节 他在方建明的陪伴下 逛街看花灯 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无话不说 亲力无见 这时 一个披着紫纱 戴着面具的女人出现 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很快就到了上缘佳节 皇帝还是在方建明的保护下去 看花灯 眼前的繁华盛景 又让他毒私人 就连看到吃路边缠的小情侣 都让他想起来 此刻 海誓和师兄也偷跑出来玩 卓英还遇到了一位 让他过目不忘的女主 但是怕什么来什么 元宵滩附近 忽然涌现出大量刺客 可奇怪的是 他们的目标不是皇帝 而是方建明 这时 海誓趁乱想要靠近皇帝 却被方建明察觉一把拉住 还叮嘱他要保护好皇帝 海誓碍于师父的嘱托 不再轻举妄动 另一边想报杀父之仇的苏将军 得知自己派去的刺客 全被方建明念了口 不由得勃然大怒 料定他已经猜到 自己就是幕后主使 才会这么做以避免 季风管内还是给师父送药 不料却看到了 让他脸红心跳的 女徒弟只因无意中 看见了师父的八块腹肌 心里就开始春心荡漾小路乱撞 以至于晚上都做起了春梦 醒来后 他发现 房间里处处都是师父高大威猛的身影 觉得自己这是彻底文献 于是自罚抄一千遍经书 以平复那颗躁动的心 另一边的皇宫里 苏将军禀报说 派去助脸做质子的四殿下 即将回朝 皇帝听了很高兴 可随即又听到助脸的提兰公主要来跟自己和亲 顿时就拉下了脸 因为在她的心里 只有子簪一个人 无人能取代她的地位 即使是子簪的妹妹也不行 她本想拒绝 但为了四殿下能顺利归来 还是勉强同意了 这天 皇帝召方建民进宫 交代她去迎接四殿下回朝 并且顺便除掉提兰公主 方建民觉得此事十分不妥 请求皇帝看在子簪的面上 放过无辜的提兰 不料一提子簪 却是触到了逆铃 惹得皇帝大为震名 这一日 方卓英被封为青银使 去迎接四殿下和提兰公主 皇帝还特别交代她自己不想见到提兰 方卓英临行前来见师父 师父交代她 只需保护好四殿下 其他自己自有安排 行之半途安营扎寨时 卓英才发现 海事也私自跟来了 随后他们顺利地接到了四殿下和提兰公主 细心的海事还发现 近期有陌生船只频繁靠岸 还有很多来往不明的客商 她怀疑是附近几个小国鸡蛋两国再度联姻 所以想从中破坏 于是 次日就由她作为公主的替身 在回去的路上 吸引外界的注意 可行之半途提兰 还是遭到伏击 海事得到消息 立即换上男装赶去营救 转位为安的一行人回到京城 皇帝痛快地加封自己的弟弟为王 而救下了提兰的海事 却被追究责任 方建民只好说海事是私自行事 恐被降罪已经逃走 皇帝知道她是故意包庇 转而就下令让她目睹卓英受刑 方建民爱徒心切 就自请陪着卓英一起受罚 在众多朝臣的历见下 皇帝才把提兰公主 从招待所接进了皇宫 随便封了个殊荣妃 一切从简的不能再简 可小心翼翼的提兰没有想到 她进见时说的第一句话 就惹怒了皇帝 皇帝揭开和亲公主的面纱 瞬间就响起了此生挚爱 她立刻发狂般掐住了公主的脖子 另一边的季风馆里 海事正焦急地等待着师父和师兄 这时 面色苍白的方建民从门外进来 身后的人还抬着 已被打得昏死过去的卓英 海事知道 一定是因为自己救了提兰公主 所以才连累了师父和师兄 她正想道歉 方建民却决定要将她逐出师门 离开季风馆 海事心里慌乱又自责 她不敢违抗师父的命令 只哭求让她留下来 照顾师兄一夜 可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 深夜里 皇宫传来圣旨 要方建民带伤起来 观看树荣飞的画像 王帝拿着钢从提兰身上夺下的吊坠 比照着子簪从小佩戴的龙尾神吊坠 竟发现二者一模一样 这让她更加厌恶提兰 觉得她不配拥有和姐姐一样的护身符 大雨滂沱中 方建民已经晕了过去 海事把她带回房间 悉心照料了一夜 望着师父背上的伤 做了一个决定 方建民醒来不见了海事 马上猜到她是进宫去了 皇宫里的提兰 为了拿回象征着母族的吊坠 做了一盘莲花糕献给皇帝 不料又捅了马蜂窝 皇帝马上就联想到 和子簪一起做莲花糕的情景 他觉得提兰这么做 是想刺探她 于是掐住对方的脖子 把提兰小可怜又给家暴了一会儿 这时 方建民为了阻止海事也进了宫 皇帝一见她就恨得牙痒痒 他故意叫来提兰 想用她的容貌刺激她 见她不动声色 又阴阳怪气地说 把提兰赏赐给她 吓得方建民赶紧下跪拒绝 还说自己历过血世 此生绝不娶妻 躲在暗处的海事 听到师父这句话 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看这个长得很像杨幂的人 竟敢刺杀皇帝 幸亏关键时刻 被他的师父拦住 士君乃是诸九族的大罪 可这个皇帝 却偏偏不按套路出牌 原来自从子簪死了以后 他就觉得 生命犹如一口扑井般 两无声去 早就活得不耐烦 巴不得早点死 好下去陪子簪 所以他不但没有降罪 相反还让海事回去好好练功 争取下次试君成功 就这样 海事稀里糊涂地捡了一条命 可皇帝放过了他 师父却没有 他们一回到季风馆 一直隐忍的师父就爆发了 他痛斥海事生性执拗 不知天高地厚 还说即刻就要把他除名 赶出季风馆 可海事却口口声声 只为师父打抱不平 海事在大雨里跪了整整一天一夜 就在他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宫中传来圣旨 让他以无举人的身份参加今年科举 这下方建民 也没法让他离开季风馆了 经过此事 海事也觉得自己的性格还需磨练 于是次日一早就收拾东西 准备前往汉州寻殿历练 临行前 他向师父的房间磕了头 还留下了一封书信 这天 林景四的两名宫女 正在河边清洗造沙 忽然一阵大风吹过 把造沙吹上了天 不偏不倚地 刚好落在了商玉进宫当差的卓音头上 正在疑惑间 两名宫女就找了过来 他一眼认出 其中一个就是上缘佳节灯会上 让自己过目不忘的女孩 恶刘和秀娘失望地空手而归 一进院子就看到那造沙 竟晚好无损地摆在桌子上 这让他们很是惊讶 这刘以为 是风神听到了自己的祷告 便亲手制作了精美的点心 来供奉风神 殊不知 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卓音看在眼里 另一边的海市到客栈投诉 晚上竟遭人偷袭 他跳窗逃走 还顺便救了一个 自称是客栈掌柜的人 随后官兵赶到 那个掌柜竟诬陷海市和强盗勾结 抢抢自己的客栈 就在官兵准备对海市动手的时候 师祖突然现身将他救走 两人回到了寄风馆 方建明表示 海市现在身手欠家 巡查铺子也不急于一时 只要他安分守己 就还让他留在寄风馆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科举考试 海市开始专心练剑 可胳膊上的伤 让他疼得拉不开弓 这时 一只手温柔地握住了他的手 在科举考试中 女主的马匹 竟然被人动了手脚 只见那骏马上下翻腾 局势眼看就要难以控制 上次说到临近科举考试 海市在师父的陪伴下加紧练习 这天 他不小心在比试中 摔坏了师父的玉佩 刚好这时卓音经过 想让海市陪他去临景厕 取心做好的官服 得到师父的允许后 两人来到宫中 到了临景厕门口 卓音却又害羞起来 借口上茅房一溜压地跑了 海市只好替他去取 他向这流说明了来意 又偶然看见 筐子里的荷包 又漂亮又精致 不禁心里有了主意 回去的路上 他把官袍交给卓音 又夸奖起这流 不但心灵手巧 人更是长得漂亮 尤其是那双手嫩得像水葱一样 可没想到 卓音听到这话 却莫名其妙地吃起了醋 你老看人家手干什么 第二天一早 海市就磨磨蹭蹭地塞给了师傅 一个自己绣了一叶的荷包 嘴里还说用这个陪师傅的玉佩 说完就羞涩地跑开了 那荷包虽然又丑又粗糙 但还是让方建明 心里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随着科考临近 体检的问题 也一直困扰着海市 他怕性别暴露 就请求卓音替他去 可卓音却说 自己三年前参加过科举 和考官之间都已经脸熟 肯定会露馅 可海市却威胁说 如果不同意 就要把他喜欢林景思绣娘的事情 用大喇叭广播 吓得卓音赶紧满口音语 到了体检这天 考官一眼就认出了卓音 可他只能硬着头皮 睁眼说瞎话 一口咬定 自己名教方海市 考官清楚他的背景 不敢轻易得罪 就把此事报告给了主考苏将军 可这苏将军和方建明有仇 得知此事心里顿时就有了计则 几日后文事如期而至 这次论文的题目 是对时政发表自己的看法 海市瞬间想起了 自己童年的悲惨遭遇 他满怀悲愤 文思全有 写下了一篇娇诸论 鹿将军看到海市的文章 满以为得到了重伤计风馆的好机会 于是很快就成给了皇帝 可这皇帝虽然对待情感问题 疯疯癫癫 可对待国事却毫不含糊 他马上派人调查此事 还认为 海市敢于谏言 字字诛鸡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给了他一甲的好名次 结束了文事 海市趁休假 回到季风馆探望师傅 为了奖励他的出色表现 方建明从自己的私人收藏里 选了一枚上好的班纸送给海市 海市满心欢喜地看着那班纸 不禁又陷入了无限的遐想 很快就到了武士 这次苏将军做了冲突的准备 他提前让人在海市的马鞍下放了钢针 轮到海市上场 意外立刻发生 战马疼痛难忍受惊发狂 惹得在场众人都震惊不已 危急时刻 海市想起了师傅曾经的教诲 他的沉着冷静 他发誓在下一轮比试中 一定会要了海市的蜜 女主在比武中遭人暗算跌落高台 师傅见状想也没想 立刻跳进湖里去救他 虽然海市最近一直忙着科举考试 但也没有忘记提兰 他抽空去寺庙 求了一条保平安的白玉手 串让卓英带去 还买了只兔子给提兰解闷 提兰喜出望外的神情 让卓英以为 女孩子都喜欢可爱的小动物 于是他悄悄地 也给这流送去了一只 自从养了兔子以后 提兰一扫之前的愁眉苦脸 终于能经常露出笑容了 还给兔子取了个名字叫小乖 更是每天都待在身边 这天小乖不知怎么的 跑到了皇帝脚边 提兰去寻找的时候 刚好与皇帝撞见 皇帝一见到 他就没有好脸色 发现了兔子和手串之后 更是刨根问底儿地询问 是谁送的 提兰怕连泪海市 于是闭口不言 但皇帝还是通过他的神情 猜到了此人正是海市 另一边的苏将军 要抓紧这最后一次的机会 他先是把明日的考题泄露给手下 又拿出一盒有毒的冰针 说这针使用起来入皮疾化 神不知鬼不觉 奠选如期而至 最先夺得高台上的博书者 便是今年的科举状元 比赛开始后 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卯足了劲地往上爬 同时也对竞争者大打出手 海市有几次差点落水 幸好都是有惊无险 这时皇帝发现 提兰在为海市紧张 心里顿时又有些不悦 苏将军派来的属下 也潜伏在混战中 他提出要与海市联手 先将众人逐一击落 海市不置可否 之后 他凭借脚节的伸手 率先拿到了博书 可他没有防备 脚下才刚刚站稳 就被毒针射中 坠入谷底 一旁观战的方建明 无故一切地冲了出去 跳入湖中抱起喊事 也不管面具掉落 把他直接带出了水面 另一边的林景寺内 与方建明 有着父母包办婚约的居典一 正查看着这流位海市所秀的腰带 为了能见方建明一面 他以送腰带为由 亲自去了计风馆 而此时的方建明发现 海市的伤势非同小可 已然顾不得许多 只能脱下衣服给他疗伤 自女主终于不再是自己的幻想 而是真真切切地 与一直深爱的师父亲密接触 原来自从上次方建明 在科举考试中 为救海市而暴露了身份之后 皇帝决定不再 让他暗处折服 而是摘下面具 从此光明正大的生活 还让他把计风馆搬进昭明宫 并且催促他尽快和居典一完婚 但方建明却说自己立世终身不娶 只效忠朝廷 入夜 居典一坐在院子里 黯然神伤 这流看夜深风凉 就给姑姑披上袍子 听他讲述过去的故事 原来当年居家是方家的家臣 方建明和居七七 从小一起长大 到了试婚年龄 长辈就决定定下婚约 可方建明对居七七 却并无男女之情 不肯听从父亲的安排 可居七七却私慕对方已久 这么多年还在一直苦苦等待 可惜依旧没有等到方建明的心 第二天的朝堂之上 皇帝斥责了苏将军苏明 作为主考官 却玩乎职守 造成世子受伤 把他的官职连降了两级 除此之外 还宣布方建明承袭青海宫的爵位和封地 入驻昭明宫 在场大臣看出了皇帝对他的器重 都纷纷随声附和 虽然苏明的手下畏罪自尽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可方建明心里非常清楚 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于是他亲自找上门来警告苏明 方建明回到计风馆看望海室 正在喂药之际 海室醒了过来 他一见到师父 就想起了湖中的情景 那天 提兰的侍女在宫中打听海室的伤势 恰好被皇帝听见 他心里顿时又觉得很不舒服 面对皇帝的质问 提兰解释说 海室对自己曾有救命之恩 自己只是礼尚往来关心一下 甚至谎称他心里 眼里只有皇帝 可皇帝却一个字都不相信 还故意让他 晚上来自己请公正名 到了晚上 提兰不情不愿的沐浴更衣前往寝宫 他本想委屈求全忍一下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 皇帝却总是故意处处刁难他 女主无意中得知了 皇帝要给师父赐婚 他伤心地独自在大雨中哭泣 还决定退出成全师父 原来自从上次居典一 看见方建明对海室格外偏爱之后 就有了一种危机感 于是连续多日不眠不休地 感知出一件精美的绣品献给皇帝 以恭贺他 重得青海宫这个左膀右臂 而恰巧方建明这时也在旁边 皇帝看到绣品上的木棉花 忽然想起 这花在方建明的家乡 代表着婚嫁之意 就明白了句点一的意思 这天晚上 这刘正在院子里练习盲秀 从外地半差刚回来的卓音 忍不住悄悄来看他 还把特意买给他的珍珠手串 轻轻放在袖部上 这刘摸到手串又震惊又激动 他迫不及待地扯下布条 想看看风神大人的庐山真面目之时 却发现眼前已经空无一人 偌大的庭院中只有他一个 这天 皇帝看到抱着兔子的浙瘤 瞬间就想起了 被自己打入冷宫 面壁思过的提兰 他忍不住好奇提兰的近况 于是就来到了冷宫 可却发现 他不但不更衣不梳妆 还在那悠闲自得的弹琴 这让皇帝气不打一出来 觉得提兰压根 没有把他当盘菜 随即又发现了 他雕刻的龙尾神木雕 提兰急忙解释说 只是为了保平安 可皇帝关心的点 却是保和人的平安 尽管提兰一再否认 可皇帝就是不相信 还下令 让提兰为即将出征的三万将士 每人雕刻一个龙尾神父身足 一旁的侍女听见这话 立刻跪下求饶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倔强的提兰 却一口答应下来 自从皇帝走后 提兰就言出必行 日以继夜的雕刻起护身符 这天 他不小心弄伤手指 流了很多血 另一边的海市 得了科举第三名 加封了殿中狼 所以也来林景思材质关袍 宫里的内官听闻他是青海宫的爱徒 急忙过来套近 还顺便聊起了方建明的婚约 海市听后 误以为师父这些年不敬女色 是因为居典一 想到这里 他心里不禁万分难过 会说自己有事 就慌忙离开了 这边的皇帝知道了提兰手受伤的事以后 表面装作不动声色 可身体却很诚实 他来到医官院 拐弯抹角地提出 想看提兰的病例 这时 玉安宫的宫女 抱着兔子小乖前来看病 想着提兰最喜欢小乖 皇帝就吩咐自己的贴身大太监 亲自照料这只兔子 得知师父即将大婚的海市 伤心欲绝 任凭大鱼打在身上 也无知无觉 方建明见海市迟迟未归 便亲自来寻 情绪低落的海市 说了许多在方建明听来莫名其妙的话 可是方建明并没有及时读懂 海市那女孩家的心事 只是提醒他 尽快更衣喝姜汤 不要着凉 次日 无法面对现实的海市 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独自去念见圣上 请求和新兵一起开拔 前往黄泉关 皇帝觉得 边关虽然苦寒 但有助于海市以后的事故发展 于是就应运了 随后 海市回到季风馆跟师父辞行 于主在旧伤复发高热血运之际 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师父 他难忍心中思念 大胆向师父表白 原来上次方建明得知海市自作主张 要远赴大漠边关的消息后 也觉得又吃惊又不解 海市只好搬出为国境中之类的说辞 方建明虽然心中不舍 可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在心里默默郁闷 听到海市这番话 在联想起他 昨晚的种种举动 方建明终于明白海市的所思所想了 次日清早 海市就直奔新兵营报道 跟随他的 还有一起参加科举的四位学子 他们都被海市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甘愿给他做小弟 来到黄泉营后 他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 未有片刻喘息休整 就直接参与到操练之中 每日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如此反复日夜不停 最终导致肩上旧伤复发 他也置之不理 有人把这个消息 禀告了方建明 他表面看似云淡风轻 可心里却又气又心疼 这天夜里 海市发起了高烧 迷离呼呼之际 他看到师傅就站在床头 他忍不住 放下所有坚强和伪装 委屈地和师傅 说起了心里话 岛上海市醒来 看到桌子上放了一碗粥 他瞬间有些分不清 昨晚是做梦还是现实 这时张俊侯告诉他 明日就要开拔北上 让海市回去与家人辞行 毕竟黄泉关和天启城相隔万里 此次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另一边的皇宫里 衣官向皇帝禀报说 殊荣非手伤未遇 还要坚持雕刻 这样下去 恐怕会落得残疾 皇帝听后 立刻来到冷宫 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 他本想表达关心 怎料提兰下意识反抗 导致刻刀 划伤了皇帝的手掌 皇帝以为 提兰定是受了身边人挑唆 提兰急忙为侍女求情 声称有一件东西 要送给皇帝 随后就拿出了一个 非常精致的龙尾神护身符 一番话说完 皇帝不禁动容 就连他那颗水泥封死的心 也开始怂动 他告诉提兰 不用再磕那三万枚木雕了 还把他和两名侍女 从冷宫送回了玉安宫 而另一边的方建明 让海市晚上留在疾风馆 还让他住在自己的房间 海市闻着枕头上师傅 那熟悉的气息 心里涌起了万分的留恋和不舍 披上铠甲送他出征 两人心中虽都藏着千言万语 可四目相对时 却又一个字也无法说出来 此刻皇宫里的皇帝 被提兰戳中了心事 正独自坐在紫簪的花巷前 倾诉孤寂 完掩过了数日 新兵营即将到达黄泉关 方建明进宫 把这一消息禀告给皇帝 他见皇帝终日苦闷 便劝他该放手时需放手 随后方建明来到林景司 找到居典一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说两家父母之间虽有约定 但自己曾立世不成家 两人的关系 也只能是安慰营的同事而已 方建明走后 居典一悲痛欲绝 他取来火盆 将自己多年前 就为方建明绣好的喜福 剪得粉碎并复之一具 他深知 海誓才是方建明心里面的那个人 从这一刻起 他也恨透了海誓 失宠已久的妃子 被酒醉的皇帝当成了替身 他难忍思念地 想要强吻对方 不料 在妃子的挣扎之下 两人竟双双落入湖中 这一日 提兰在宫中得知了 海誓在前线水井屯首战告捷 以两千人击退湖库 三千多精兵的消息后 大为欣喜 忙让侍女做准备 晚上为海誓放水灯祈福 另一边的皇帝一闲下来 就沉浸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 不能自拔 此时的他正一边喝酒 一边又想起了那些美好的回忆 上呛走到湖边 刚好碰上放水灯祈福的提兰 醉眼朦胧间 皇帝将提兰看成了紫簪 提兰虽不是紫簪 但皇帝落水后依然 也是拼了性命 将她救了上来 四日皇帝醒来 看到是提兰陪了她一整夜 不禁又意外又感动 于是让提兰回于安宫好好休息 还把她最喜爱的兔子 小乖还给了她 这时方剑鸣求剑 想要和皇帝商讨沿海地区 汉州的细座网线 以及皇权关的安危部署 因为他怀疑 胡库对水井屯一战 并非表面那样简单 皇帝则提出 将负责胡库新眼线填补之事 交给居典一处理 以弥补他赐婚告吹一事 方剑鸣立刻提出反对意见 可在皇帝的坚持下 也只好派卓英 去跟居典一办理工作交接 居典一则对卓英处处刁难 因为他对方剑鸣毁婚一事 已经怀恨在心 这天皇帝收到八百里加急 沿海有两个小国 假装海盗清洗海岸刺探虚实 实则派大批船只 隐匿于海上四级入侵 皇帝震怒 立刻派方剑鸣出发平乱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黄泉冠也遭遇胡库部落偷袭 首将汤钱自下令誓死抵抗 奈何胡库大军来势汹汹 还压着加满难民作为挡箭牌 眼看黄泉冠就要失手 幸好危及关头 海誓带着援军麒麟赶到 他们来势逊吗 很快山道上就堆积起了胡库人的尸体 所谓擒贼仙擒王 海誓冒险爬上悬崖绝壁 拉弓搭箭射杀了胡库左部的首领 不料他的踪迹也被人发现 很快一支箭就向他射来 实力竟和海誓不相上下 海誓再次搭箭射下了那人的面具 竟看到了一张令他震惊的脸 库终于撤军 可海誓却猜测 这黄泉营内一定还有敌军的细作 远在千里之外的方建明 也得知了刚刚的战况 他下令务必守住黄泉冠 并且要保海誓周全 晚上他拿出班纸赌物私人 想起了海誓在身边的人 海誓简直心花怒放 他甜蜜地把头靠在了 师父那宽阔的背上 原来这一日 海誓奉命去找回 被战争冲散的加满人 可却遭遇了胡库右部部队 双方力量悬殊 海誓等人奋力抵抗 可还是被对方生情 很快远在千里之外的方建明 就得知了这一消息 他十分紧张关心 甚至都没察觉到身旁的异样 等他反应过来 已被肃明安插在他身边的戏座偷袭 另一边负责前线情报工作的居典一 也收到了海誓被俘的消息 方建明带着商议最快的速度 肃清了海患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千里之外的 皇权关去救海誓 这边的右部首领 右普敦王正在考虑 怎样处置这些战俘时 收到了一条密报 他立刻以其他人的性命相威胁 要海誓换上女装 可他在看到海誓穿上女装的第一眼 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立刻决定要娶她做自己的王妃 他给海誓送去了很多赏赐 可海誓都不稀罕 他以死相逼 要求右普敦王释放战俘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海誓假意答应嫁给对方 已换取了分批释放战俘的条件 日夜兼程赶往皇权关的方建明 已经跑死了好几匹马 这时他收到了一条消息 与此同时 右普敦王也通过线报 得知了方建明赶往皇权关的消息 他曾数次败于方建明手下 为了一雪前耻 这次也是做了周密部署 方建明抵达皇权关后 就由加满首领来求见 因为海誓屡次元首相救加满族人 再加上他们与胡库有血海深仇 所以他怨邪全族人与方建明一起救人 次日 右普敦王就收到了皇权营使者送来的贺礼 他赶紧把贺礼都送给海誓 以讨他欢心 不料海誓看到那枚班纸 却不由得大吃一惊 海誓领悟了师父的意思 于是提出 婚礼就定在下园节举行 还亲自到大牢中 给战俘分发食物 实际上是给他们传递 今晚行动烟花为号的消息 就在万世俱备指欠东风之时 一条要命的消息 传到了右普敦王的手里 他找海誓兴师问罪 可海誓却趁机跳窗逃跑 而一直等在窗外的方建明 将他平安救走 大牢里的战俘也陆续被救出 这时右普敦王带着大批人马追来 而架满首领不幸被擒 千军一发之际 女主挺身而出 替师父挡下了致命一刀 可他自己却因伤势过重 晕倒在师父怀里 这时 黄泉英的援兵赶到 右普敦王见势不妙 急忙下令撤退 方建明心系海誓 立刻把他抱回营地救治 皇宫里的提兰 正在和侍女安利 他刚读完的言情小说 刚好皇帝经过听到 勾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他留宿玉安宫 让提兰只给他一个人讲 许是提兰的声音太好听 皇帝竟昏昏沉沉地陷入了梦境 他梦见方建明 替他扫清了障碍 拿着人头向他复命 第二天的朝堂之上 饱受战乱之苦的地方官吏 尚书恳请开仓放粮 阵迹栽民 满朝文武 却无人愿接着烫手山芋 唯独苏明自请前往 皇帝欣然应语 还向他官复原职 另一边的方建明手下 奉命追查细作线索时 意外发现了杜鸭羽毛 这整个大征朝上下 只有苏家是使用杜鸭传递消息 方建明立刻吩咐 将消息传给卓英 命他将苏明抓回天启城 而另一边去镇灾的苏明 很快接到线报 知道自己身份暴露 于是决定彻底反叛 改变路线 去投靠狐库的左仆敦王 这天晚上 卓英抓了许多萤火虫 想要驳美人一笑 这时 季风馆的人 给他带来了师父 命他办差的消息 他抓紧时间 把萤火虫送给浙流 看着他开心的样子 卓英就觉得很满 此时的海事伤情恶化 嘴角流出黑血 已经失去意识 一向冷静的方建民 也乱了手脚 为了救海事 加满首领 将全族仅剩的 唯一圣要拿了出来 辞要服下后 还需要内力深厚之人 连续六个时辰 给海事输入真气 否则将功亏一篑 而此时的海事 连吞咽都成了问题 方建民只好嘴对嘴地 他喂药 另一边的句点一 按照惯例 将绣好的长服 给皇帝送去 可因为做了亏心事 他见到皇帝 总是忍不住的 有些心慌 皇帝对他的绣工 很满意 还专门派人 奖赏整个林景司 赐美人一盏杏仁茶 居典一心事 重重地喝下 其他绣娘们 却开心地 争先恐后 端走茶碗 这流刚刚抿了一小口 门外就有人来找他 原来是宫中守卫 来取修补的官服 等这流送走守卫 就发现自己身体 有些不适 他回到大厅一看 竟发现 所有绣娘都瘫倒在地 就连居典一 也吐血身亡 女主经过师父一夜的救治 终于睁开了眼睛 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师父心中一颤 另一边的皇宫里 皇帝 正应林景司上下 除这流以外 其余人都被毒害 而大发雷霆 他命迹封管 全力追查的同时 也隐约猜到了 幕后主使是谁 他很后悔 自己和方建明 当初不该有此一念之人 这一日 海事清早起来 不见了师父 他便到街上去巡 原来方建明怕海事吃不下苦药 就出去给他买糖 又见他穿得太单薄 还给他买了一件皮草斗篷 经过这次生死患难 两人的感情深温了不少 师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可行动上 却对海事温柔了很多 海事心里暗暗欢喜 他表示 也有礼物要送给师父 到了晚上 谁知他竟拿出一堆 洞房花竹叶专用的红竹点了钱 四日 方建明得知了林景司仪式 同时也收到了皇帝 令他速速回京的旨意 他心里虽放不下海事 怎奈皇命难为 只好无奈地和海事告别 与此同时 日夜兼程的卓英 终于在塞外漠北 追上了叛逃的苏明 他如砍瓜切菜般 解决了几个手下 就当他马上要取苏明性命时 无酷的左扑敦王 率领人马赶来接应 只见他拉弓搭建 一下就射掉了卓英的面具 两人相互看着对方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不禁都一时愣住 卓英得知林景司出事 马不停蹄地赶回京城 见到了惺惺念念的浙流 可他还没来得及庆幸 就发现浙流的眼睛已被毒瞎 卓英的心瞬间如坠冰枯 他跟着浙流 来到林景司 发现他正摸索着同居点一告别 看这个偷懒的皇帝 不仅让妃子帮他读奏折 甚至还让妃子在奏折上 写下狗屁这种粗话 真是让人无语 原来最近皇帝带提兰好了很多 再不像以前那样 处处刁难他 他见提兰累地睡着了 还玩心大起地 给他画了一个大猫脸 远在千里之外的苦寒边关 师父的班旨 是海事唯一的慰藉 这天 他意外地收到了师父寄来的快递 这天提兰的侍女听人议论说 先前皇帝下旨 不许在湖上放水灯 而今天夜里 湖面竟无故出现水灯 提兰很好奇 于是悄悄来到湖边 果然看到 一朵巨大的红帘 飘在湖面之上 那场面又壮观又惊艳 提兰正在惊叹间 皇帝出现在他身后 声称今日是了什么节 其实就是想让提兰开心 提兰正在感动间 皇帝被动地打了个喷嚏 提兰怕他感冒 于是亲自熬了热粥 送到他寝宫 难得今天皇帝心情好 不仅允许提兰上桌一起吃 还准许他日后可以在寝宫来去自如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 商誉的海事 这天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皇帝要招皇权官将领回京树职 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师父 海事只觉得 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 这天的早朝上 提兰的母族助典部落使臣觐见皇帝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 助典遭遇天灾 恳请皇帝服个贫 这已经是助典今年第二次来要钱了 上次给的已经够他们吃两年 皇帝心里非常不满 于是找了个理由 先让使臣退下 私下里何方建民吐槽 助典贪得无厌 还说以前子赞在的时候 都是帮自己打发狮子大开口的娘家人 而助典使臣见皇帝不为所动 便曲线救国去求提兰 提兰经不住亲叔叔的苦求 最终还是答应替母族跟皇帝求情 殊不知 他们的谈话内容都被皇帝知道 当天晚上 提兰就做了莲花糕献给皇帝 皇帝清楚他的来意 怒斥他胳膊肘往外拐 还妄图揣摩圣命 他砸了莲花糕 还让提兰赶快滚出去 就这样 两人好不容易才升温的感情 又一下子跌回了冰底 而另一边的这流 凭借着一手过人的盲秀术 成为了林景寺的下一院典一 这天卓英来探望他 尽管这流从未见过封神大人 可能是女人的第六感 他隐约猜到卓英 就是那个默默帮助自己的男神 已经数值的将士们 当天就被皇帝封上 海誓因为射杀了狐库的老祖胡敦王 更是被封了从三品的云辉将军 可他在无意间抬头时 却发现 汤钱字似乎在朝堂上 传递着什么消息 回到昭明宫 海誓终于可以和师父独处了 可这情景 却和他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师父不仅体罚 而且还训斥他 不知天高地厚 万一女儿身暴露 就会隐瞒杀身之祸 海誓却委屈地说 并不是自己贪图高官厚禄 而是只有这样 才能站在师父身边 没想到 妃子入宫以来 第一次被皇帝宠信 竟是以这种粗暴的方式 上次说到海誓和师父久别重逢后 就开始了热辣辣的表白 修得方建明不知所措落荒而逃 他回到房间 本想打坐静心 可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都是海誓的英容笑貌 等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却又进入了梦境 隔日皇帝宴请群臣 席间功愁交错 可海誓既无心结交大臣 也无心欣赏歌舞 一双眼睛只盯在师父身上 他剥了一盘蟹肉 让内侍给师父送去 方建明打开螃蟹盖子 竟发现 里面还有一张纸条 宫宴结束 皇帝醉眼朦胧地回到了寝宫 可眼前的景象 竟让他愣在原地 只见屏风后面的女子 穿着紫簪最喜欢的衣服 皇帝以为他日思夜想的 紫簪终于回来了 等走近仔细端向 才发现自己被骗 眼前的人分明就是提兰 皇帝勃然大怒 一把掐住了提兰的脖子 那皇帝看来 紫簪既爱他又懂他 凡事都会站在他这边 可再看看眼前的提兰 竟为了母族的利益 不惜往他伤口上撒盐 皇帝顿时觉得 又失望又厌恶 他疯狂地撕烂提兰的衣裙 毫无联系地灵性了他 另一边的海誓和师父公宴结束 家乡和娘亲 方建民虽然没有多言 却将他的话记在了心里 次日皇帝起床后 为了不让提兰怀有子嗣 便命人给他端来粮药 让他服用 倔强的提兰 没有半点犹豫 就把粮药一拥而进 而在朝堂之上 皇帝也应允了助年所求 给了他们大量钱财和物资 从此以后 皇帝夜夜照提兰事情 完事以后 又每次都让他喝下粮药 这一日 师父找到海誓 告诉他 自己要去一趟海誓的家乡 还说可以带他一起去 海誓一听激动万分 打点好行李 就和师父一起出发 女主被黑衣人打落悬崖 男主 为救心爱之人 奋不顾身一跃而下 原来这天晚上 皇帝照就照提兰事情 可等了半天 他却迟失未到 还从没有人敢放皇帝鸽子 他立刻跑到玉安宫 找提兰兴师问罪 得知皇帝驾到 提兰强称着虚弱的身子 起来磕头 可皇帝不管青红皂白 就下令 让他去院子里跪两个时辰 不料提兰还没站起来 就晕了过去 见此情景 皇帝才有点慌 他立刻叫来太医 经过诊治才知道 提兰是因为 每日服用粮药喝坏了身子 才导致严重攻寒 腹中绞痛难忍 如今也别无他法 只能慢慢调养 看着提兰难受的样子 皇帝心中 才有了些许后悔和懊恼 这天这流 搬进了G.1的房间 他在整理物品时 竟意外地发现了 G77通敌叛国的证据 另一边的师父和海誓 终于到达了小渔村 自从第一集 海誓就离开了娘亲 多年未见再次重逢 母女二人忍不住喜极而泣 随后 海誓将师父介绍给娘亲 谎称她是自己 一起长大的朋友 娘亲一见方建明就很喜欢 还用未来丈母娘的语气 打听她的家庭条件 次日一早 方建明去海边赶海抓螃蟹 可由于没有经验 一只螃蟹也没抓到 还被一群熊孩子嘲笑说她笨 海誓起了床以后 换上瑜伽女的衣服 去海边找师父 有了海誓的帮忙 两个人还是什么也没挖到 只好到集市上 买一些海鲜好 回家做饭 饭桌上 娘亲已经把方建明 当成了自家女婿 亲热地给她夹菜 建明见屋顶漏鱼 就去集市上买材料 准备补屋顶 而娘亲被邻居 喊去帮忙做活 可没过一会儿 海誓就收到了娘亲 被人绑走的消息 她立马赶到悬崖边 对方以娘亲性命做要挟 命令海誓 写下方建明 叛国通敌的伪证 海誓假意妥协 瞅准机会开始动手 就在关键时刻 方建明赶来 师徒二人联手致敌 就在他们快要将 对方一网打尽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 在跌落悬崖的一瞬间 抓住了海誓的脚腕 海誓被拖下悬崖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方建明飞身跃起 一把抓住了海誓的胳膊 女主终于说出了 那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 可一向沉默内敛的师父 会接受她吗 原来自从上次方建明 在娇人的帮助下 把海誓从海里救上来后 就一直寸步不离地照料她 而经过连番的审讯 黑衣人也终于向方建明 透露出 皇帝的亲弟弟厂王 就是幕后主谋 方建明将此事汇报给皇帝 两人商议决定 传厂王入宫 让他和黑衣人当面对峙 以此试探他 这天这流将绣好的官服 送去昭明宫 因为职责所在 他也向方建明告知了密报一事 方建明表示 适者已已 就让已故的居典一保留一份体面 还让他好生保护自己 卓英这才知道 原来这流暗中也是季风管的人 他更加发誓要护他周全 一向装作人畜无害的厂王 这天接到了皇帝 传他入宫的旨意 他在脑海中 迅速盘算着应对之策 在皇帝面前 他标起了超高的演技 不仅被对方的逼问 吓得瑟瑟发抖 更是在对方的胁迫下尿了裤子 皇帝见状 也维护起了自己的亲兄弟 黑衣人见百口莫辩 只能当场自问 事后厂王一个劲的发毒士 声称自己永远不会背叛哥哥 毕竟两人是唯一的手足 皇帝听了这话 决定降旨寻访当年 因遗亡之乱而离散的皇亲国戚 这天手下人向方建明报告说 有位女子献身礼物 自称是皇帝的亲妹 这天 方建明在回宫途中 在闹市区 被易老妇带着孩童当街拦下 还状告他 混淆皇帝视听 厮杀天子进城 说完这些老妇就服毒自尽 他身边的孩童也倒地不起 方建明立刻把孩子抱上马车 带回去救治 不料那小孩竟举起匕首 朝他刺了过去 随后那小孩也独发身亡 此事闹得京城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方建明知道这事 有人要对他下手 面对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 他怕连累海事 于是亲自去催促他 赶紧回皇权棺复职 而此时的海事 刚得了一身女装 正在高高兴兴地试穿 方建明见到海事 光彩照人的模样 也忍不住眼前一亮 物业方建明伤势发作 大口吐起了血 医官说 他时就伤未愈 有天心伤 再不好好休养 恐怕会一年早逝 可他的命运却早已注定 自己也只能听天由命 这天晚上 海事临行前 与兄弟们聚会 喝完酒又去馆子里听书 俩曾想 说书先生 正在讲名副当街拦宁城的段子 听到师父被人如此污蔑 气得海事就要上前教训他 却被身边人拦住 次日 海事就自作主张进宫面圣 请求暂时留在京城 替师父分忧 可方建明知道了 这个消息不仅不领情 还把海事训斥了一顿 要求他明日就会皇权关 面对妃子撕心裂妃的控诉 皇帝也不由得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愣在了原地 上次说到 女主大胆向师父示爱 主动吻上她的双唇 不料却被师父狠心推倒在地 这个举动也彻底伤了海事的心 这一日 皇帝失散了八年的妹妹 琳琅入宫认亲 虽然她的长相和小时候有点变化 可举止气度却颇为相似 见面之后 厂王就一口认定 此女就是她失散多年的牡丹姐姐 尽管皇帝还有点疑虑 但看到弟弟这般信誓旦旦 索性也就认下 不出片刻 迎回燕灵地基的消息 便已昭告天下 皇帝还赐了她府邸 和各种奇珍异宝 当晚皇帝就设宴庆祝赢回地基 提兰也一同作陪 席间皇帝借口酒能屈寒 便强迫提兰 喝下一杯又一杯 大家见此情景都觉得很诧异 直到琳琅出言解围 皇帝这才作罢 但是提兰已经不胜酒力 便先下去更衣 结果走在半路忍不住响兔 就急忙跑向湖边 这时 在宫里执行的海事 见提兰险些坠湖 情急之下将她抱住 正在四目相对间 皇帝从背后出现 她见此情景 顿时粗意大发 蓝腰抱起提兰 就静止 走向摆放着 子簪灵位的花房 还打算在这里对提兰用墙 提兰看着子簪阿姐的画像 忍无可忍 心里的屈辱和悲愤 一下子全部爆发 花房里的两人互相依偎 守在外面的海事 却心急如焚 唯恐提兰又被虐待 可就在片刻之后 皇帝抱着满身是血的提兰 慌乱地跑了出来 经过医冠的诊断 才知道 提兰近日根本没有服那些 屈含调理的药 以至于病情严重恶化 面对皇帝的质问 提兰承认自己 已生无可恋 更不愿因自己的存在 而让皇帝伤心 皇帝听后 不禁悲从中埋 命令医官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得治好提兰 海事看出 提兰是崩漏之症 声称自己有偏方 于是他割破手腕 以血作药引 让提兰服下 幸好这招很管用 提兰的病情逐渐稳定 倒是皇帝一反常态 陷入了沉思 他见海事为人还算靠谱 就问了他一个 困扰了自己许久的问题 海事觉得 这个人是上天的恩赐和垂怜 可以让死去的心再次苏醒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些话打动了皇帝 他隔天就去探望提兰 只见男主飞身 将马上就要坠狐的公主 迅速就起 四目相对间 公主看向他的眼神中 竟是满满的爱慕 可此情此景 却让一旁刚刚失恋的海事 更加难过 原来提兰身体好了一些之后 就在双平湖上看到了 皇帝为他准备的礼物 竟是一种产自助拧的珍稀花卉 名幻邪炉 传说将他磨成粉混酒饮下 便能在梦中重温 电光火石般的幸福 还能见到 此生永不能再见的荣年 次日的朝堂之上 御史上奏了 名副当街状告方建民 包藏获新一事 建议皇帝在调查期间 暂且削去方建民的军权 其他大臣纷纷复役 方建民不想皇帝为难 就自寝革职 先顺了他们的意 再做打算 与此同时 琳琅也被湖上的邪罗吸引 坐着小船前去采摘 可他一个重心不稳 马上就要策翻 刚好此时方建民路过 便踏浪而来 顺手将他救起 可这英雄救美的一幕 却打动了公主的芳心 师父让二人送公主回府 阿曾想 这琳琅一路上 都在打听方建民的喜好 海誓心里不是滋味 只一味地敷衍他 入夜 海誓来到林景司 向着留询问香料的问题 因为琳琅公主 从小就只对牡丹情有独钟 可海誓今天在他身上闻到的 却是祭和的香味 这让他怀疑起了 公主的真实身份 可这留也有点拿不准 但他曾听闻 五乡侯爷家的十四郎 在小辈里最擅长治乡 倘若海誓去向他讨教 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 这天海誓在招民宫 遇到了师父 自从被师父拒绝后 海誓就一改之前的亲热态度 无视师父的关心 被他冷冰冰的 到了晚上 海誓准备回房休息时 头上的玉簪不小心掉落在地 摔成两半 连你都欺负我 在卓音的帮助下 几日后 海誓就见到了那位 善于炙香又温润如玉的小侯爷 海誓见到他的第一眼 就觉得 莫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就是用来形容他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位小侯爷幼杜 曾在机缘巧合下 见过海誓身穿女装的样子 并且对他过目不忘 此时 卓音端着两大盘香料过来 幼杜顺势讲起琳琅常用的香方 其中有一条就是 牡丹与祭和性味相冲 倘若放在一起 势必会浑身起满红枕 海誓想要闻下香料的味道 不料却撞到了幼杜的头 恰巧这一幕 又被方建民看到 晚上送走了幼杜 方建民叫来海誓 把那个精美的盒子递给了他 看这个公主 故意踩空脚灯 以造成失足坠马的假象 目的就是让女主看到 她手臂上的疤痕 相信她公主的身份 原来这天卓音 拉着海誓去逛街 却意外地遇到了幼杜 三人经过一个卖手式的小摊 海誓被琳琅满目的头花吸引 幼杜早就知道她是女儿生 所以就买了一只粉色的珠花送给她 这一幕 刚好被出门去给海誓 修补玉簪的方建民看到 她心里忍不住酸溜溜的 于是吩咐手下 立刻调转车头打道回府 他俩回到招民宫 却发现 琳琅来找师傅切磋情意 却扑了个空 得知海誓的情意 是方建民倾传 琳琅便请海誓指点 还送了她一盒香料 作为感谢 可方建民回来后 得知此事 却把海誓训斥了一顿 海誓并没有因为师傅的训斥 善罢甘休 他在幼杜的帮助下 找到了琳琅小时候的乳母 他打听到 琳琅不仅痴迷于牡丹 还酷爱骑马 幼年时还因坠马导致受伤 左手臂留下了一道很长的疤痕 这天 皇帝带着重大臣去马场围猎 琳琅也来了 皇帝贱妹妹对方建民有意 便让他陪着琳琅去选马 无料他的心思 却并不在选马上 而是明里暗里的 向方建民示好 可都被他巧妙地回避 一旁的幼度发现 海誓频频看向方建民那边 心中有所察觉 正当他也想给海誓 选一匹粮居时 琳琅的马 却突然不受控制地冲了出去 海誓健壮急忙 上马冲过去救人 却未曾留意到 他故意踩空脚灯 造成失足坠马的假象 好在海誓及时扶住了他 还趁机撩开他的袖子 却真的看到了那道伤疤 那天 海誓和卓音在宫中当职时 遇到了处处针对方建民的断玉使 这才知道 师父已经自寝革职 他的心里不禁又后悔又懊恼 海誓正在这边 做着深刻的自我检讨 幼度也在一旁的包间里 和朋友聚会 他一扭头 就瞧见了快要喝断片的海誓 他把海誓扶到楼上休息 半夜里 方建民来酒楼寻人 看见幼度搭在海誓腰上的手 心里不禁开始犯酸 皇帝下旨 将公主许配给男主 在外人看来 这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男主却一脸不情不愿 女主更是绝望地转身离去 这天皇帝来看望养病中的提兰 因为上次皇帝说了暖心的话 所以提兰 也不计前嫌善解人意地表示 以后两人要终生相守 不离不弃 自日 皇帝赵琳琅入宫 将失散多年的儒母引荐给他 看到儒母出现 琳琅不由地先是一愣 紧接着又喜极而泣 与对方当场相认 抱头痛哭 这情景 就连在远处执行的海誓箭了 都不禁责怪自己 前些日子太多疑 冤枉了公主 而刚刚决定 要好好过日子的皇帝 却得到了一个 让他如造雷击的消息 这天御医给提兰把玩卖说 提兰自幼体弱 又喝了那么多良药 以后恐怕不能生育 提兰并没有什么怨言 还反过来安慰皇帝 可他自己却又懊恼又后悔 发誓一定要把提兰治好 琳琅在场王口中 得知了众多官员 上奏罢黜处青海公义士 他立刻心急如焚地去见皇帝 并主动请止赐婚 想以此法将方建民留在朝中 本来皇帝也正为此事发愁 不知该如何操作 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琳琅这个提议 让他似乎看到了希望 很快 圣旨就传到了昭明宫 方建民面无表情地接过圣旨 在大家的祝贺声中 海士强压住心里 翻江倒海的情绪 只冷冷地说了一声 恭喜师父就转身离去 晚上 如母给公主做了点心 再得知这些点心 是以牡丹花入胃乎 她的脸色不易察觉地变了变 随机就让如母退下 自日执勤时 海士遇到了场王 怎料他竟让海士 和他一起筹办大婚之事 见无法推脱 海士只有应下 从此以后 他上班的心情就和上坟一样 这天海士来到京城 最有名的如意方 来给师父买结婚礼物 可挑来挑去都不如意 直到幼渡出现 他才知道 原来这家店是他们家开的 掌柜拿出了镇店之宝 让海士挑选 他看到 里面有一对金竹台 不禁又想起 他在黄泉关 送给师父的那对红竹 最后在幼渡的建议下 海士选了一只玉如意 随后又陪他置办起了其他物品 然后拉着他上街看杂耍 海士这才露出了 许久难得一见的笑容 可他一回到昭明宫 就被师父叫去 方建明让他赶紧回黄泉关 还以师父的身份命令他收拾东西 尽快启程 还不顾海士的情绪 说了一些让他难以接受的话 在公主的大婚典礼上 他竟然敢毒杀皇帝 还把匕首架在了 未来夫君的脖子上 原来自从师父 对海士说了那些绝情的话之后 海士就心灰意冷地决定 要回黄泉关了 临行前 他看着师父送他的玉班纸 恋恋不舍 感慨万千 海士把班纸亲了又亲 留下一封书信 就远赴大漠边关了 转眼就到了大婚之日 公主府张登杰采一派喜庆 仆人们穿梭忙碌 就连府里混入了身着奇装的一族人 也无人留意 典礼正式开始 皇帝亲自为妹妹主婚 前面一切都很顺利 很快就到了敬酒环节 当皇帝喝下琳琅静的酒后 突然独发倒地昏迷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他又趁机将匕首 抵住方建明的脖子 下一秒苏明就率领大批狐库人 破门而入 扬言要除掉婚君 再立民主 其他大臣见识不妙 纷纷墙头草般地倒戈投降 这时 刚刚毒发的皇帝 竟也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 原来他和方建明早就 做好了局 只是配合他们演戏 只为引出幕后主谋 一举拿下乱臣贼子 眼见计划就要失败 琳琅的手下当即启动机关 瞬间无数只毒箭从墙壁中射出 危机时刻方建明掩护海誓脱险 场王更是为了保护皇帝而受伤 在诱度的帮助下 海誓抓住了琳琅 而方建明一路追踪苏明到了郊外 他强行压制住体内的剧毒 一刀取了他的性命 诱度问起海誓为何去而复返 原来他在出城之时 发现了许多狐酷人 他们躲躲闪闪行为诡异 海誓察觉到城中有意 为避免打草惊蛇 就悄悄躲了起来 等到晚上进宫面见皇帝 这才知道了师父的计划 而另一边的皇帝和方建明 正在连夜审问所谓的公主 原来他的真实身份 是琳琅的表姐 其父当年追随一王叛乱失败 牵连九族 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 英容帽与琳琅相似 所以才冒充公主入宫复仇 至于背后真正主谋 他宁可自枪 也没有吐入半句 经过这一番变故 海誓不禁感叹 是不是站在高处的人 必定要抛弃重要的东西 可他不知道的是 师父此刻正拖着中毒的身体 在门外冒雨等他 面对来自情敌的灵魂拷问 男主会做何反应呢 上次方建明中毒后 昏迷了三天三夜 在海誓的精心照料下 才慢慢醒了过来 见到师父睁眼 海誓急忙汇报了 这三日内发生的事情 不仅城中细座暗线 皆已肃清 师父还官复原职 可他出门之后 想到医官说过的话 不禁又红了眼眶 此时的京城风平浪静 可远在漠北的湖库 左仆敦王夺落 却在为这次行动失败 而大发雷霆 这天夜里 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皇帝怕提兰害怕 就去看望他 还牵着他的手 就让提兰有些感动 忍不住问了一个女人 都喜欢问的问题 皇帝吩咐手下 摘下了子簪的画像 封存了龙尾神吊坠 他决心要把子簪放在心底 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了 这天 又渡来找方建明 为了海誓 他开诚不公地 说了一些心理话 又渡走后 他的话久久在方建明耳边回响 这时刚好海誓来送药 他意外地听到师父说 暂时不用回黄泉关了 还把那枚班纸 重新送给了他 师父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海誓顿时惊喜交加 他激动地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师父 皇帝陪着妃子去行宫泡温泉 不料却遭神秘人行刺 可男二受伤男主扛 所以 口吐鲜血的 又是方建明 原来这天厂王府中 来了一名神秘的异族人 厂王见到他 立刻平退舞机 并唤出府内高手进行试探 只见这异族人 竟也身怀异数 他化身一道龙卷风 瞬间就将高手制住 厂王见状 经不住喜笑言开 连忙表示 只要对方能帮自己杀了皇帝 便可兑现 与狐库左仆敦王谈好的条件 那就是 日后狐库吞并加满时 他若登基为帝 就绝不会出手干预 另一边皇宫里 一直养病的提兰 依旧没有根治寒急 这让皇帝很着急 他突然想到 蝶犬谷的温泉有奇效 或许能让提兰的身体有起色 于是决定次日 带着他前往蝶犬谷修养 第二天 异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目的地 提兰更一下水 海士觉得 他身披薄杀的样子很好看 就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谁知却引来了皇帝的不满 他嘲讽海士剑术超群 想必眼力也必然过人 这时 方建民见状急忙过来打圆场 又惩罚海士贵仆团 批评他应该非礼无事 两人正在公费旅游谈恋爱 皇帝那边就出事了 只见温泉里突然冒出诡异的气泡 皇帝觉察到不对劲 立刻忽在提兰身旁 这时 一道人影冲出水面 对着皇帝就放出了大招 皇帝躲闪不及 被打中右肩 还好他里面穿了金丝铠甲 可尽管如此 另一边的方建民 还是被打得口涂鲜血 意识到情况不妙 卓英立刻现身护驾 不料那神秘人一见到卓英的长相 就露出了十分震惊的神情 神秘人逃走之后 皇宫中更是加强了戒备 晚上方建民叫来了卓英 他担心卓英胡库人的身份 恐怕就要暴露 当年他在战场上收养卓英时 他还年幼 现在方建民要他返回胡库 投靠叔父右普敦王 一边联合他 制止夺落的残暴行径 一边做自己的内影 好平息这场腥风血 刺杀任务失败的消息 传到了夺落耳中 他料定派出去的赵峰师 定是遇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渤 而赵峰师曾发誓 永远效忠于母亲洪耀弟姬 所以才会认出对方 位下死守 于是 夺落启动了另一套方案 他要派刀枪不入的炼金师 与赵峰师联手 再去刺杀皇帝 很快 这个计划就传递给了京城的细作 室内官收到消息后 吩咐小内侍 将袖着暗影的布条拿去烧掉 不料布条被风吹走 恰巧被这流捡到 为了避免这流知晓内情 他假传旨意 将这流片到厂王府上修补秀品 其实是想找机会把他除去 卓音临走之前 想见这流一面 却意外得知 他此刻正在厂王府上 因为之前卓音已探得厂王与谷库有来往 所以更是心急如焚地要去救人 却被师父拦住 叮嘱他不可打草惊蛇 这时海誓心生一尽 他当天夜里就去面见皇帝 恳请他为卓音和这流赐婚 接到圣旨的厂王 不得已释放这流 卓音得到消息 要去找这流时 师父却吩咐他去会仙楼 买一坛荔枝酿的三花醉 并且叮嘱他 快去快回 卓音无奈只能答应 随后就急火火地去买酒 而方建民 则早在林景寺内 等着这流了 男人临行前 想见心爱之人最后一面 无料却只见到了他冷冰冰的尸体 就在不久之前 卓音奉失命去买酒 却被告知 酒已经卖完了 就在他转身想走的时候 一个狐库女子叫住了他 自称有一坛还未开封的荔枝酿 愿拱手相让 原来他是幼仆敦王派来传递消息的 他告诉卓音酒坛里藏有地图 让他务必于八月中旬赶到关外 卓音把酒放到侍奉门口 一转身就遇到了海市 他们来到林景寺 却发现大门紧锁 两人翻墙而入 卓音在见到这流的一刹那 就感觉不对劲 他伸出手指试探 却发现这流气息全无 卓音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他僵硬地抱起这流的尸体 一言不发地向门外走去 入夜 卓音才从房间里出来 他嘱咐海市照看好这流 自己则入宫去当职了 可偏偏今晚皇宫中又出了事 只见皇帝的寝殿之内 赵风诗悄悄出现 他如一股龙卷风般神出鬼没 师徒二人见状急忙拔出长剑护架 这时 炼金师也加入了战斗 他的技能是刀枪不入 纵使卓音武功再高 也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他灵机一动 提出要按草原的规矩比试摔跤 可这炼金师自大轻敌 被卓音抓住破绽 一举击毙 另一边的赵风诗 也被几人合力斩于剑下 此刻尽数解决 皇帝想要封赏卓音和海市 海市查到这流的死 与方建明有关 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 在奉命追杀卓音之前 忍不住去质问师父 海市对师父感到很失望 他从未想过 自己心中那个无限崇拜的师父 会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但他还是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去追捕卓音 哪怕在此过程中 又添心伤 他一路就追到了关外 与胡库交界之处 眼看胡库人已来接应 海市深知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这结束了任务 和副将一起回京赴命 结果却因伤势过重 晕倒在半路 副将请郎中前来诊治 不料竟意外得知了 海市是女儿深之事 可更要命的是 这个副将 竟是产王的眼线 另一边的皇宫里 提兰和皇帝的感情 也日渐深厚 皇帝总是感慨 自己身边除了方建明之外 竟无人可信 于是提兰承诺 自己会陪他到时间的尽头 这让皇帝非常感动 决定要选择好日子 封提兰为皇后 知道了海市 是女人这个消息的厂王 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做一做文章 这天 他来恳请皇帝 同意自己过几天 在冬裕马场举办生日会 对于弟弟的合理要求 皇帝没有理由说过 随后方建明求见 跟他夸赞卓英 已经成功打入敌人内部 在那边表现不凡 随后又跪地相求一事 希望等朝堂安定 皇帝可以和他解除百息 他想辞官回乡 和心仪之人共度余生 皇帝听了很高兴 他也希望方建明能健康长寿 但他更好奇 是哪位家人能让方建明动心 想着再过几天 便是厂王的生日会 于是让他带着欣赏人到马场来 顺便一起欣赏 厂王豢养的珍稀银粉 这段时间以来 提兰总是不思饮食精神倦怠 这晚他正准备休息 却突然有神秘人往他房间里 扔进一个布袋 提兰打开一看 发现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助典唯一继承人 索兰王世子的龙尾神吊坠 还有一个小瓶子和一张纸条 圆脸侍女曾被世子所救 所以极力主张杀皇帝救世子 可提兰却并未表态 只说自己要好好想想 这天皇帝收到了海誓的辞职信 他将此事告诉方建明 并嘱咐他赶快把左膀右臂劝回来 方建明回去之后取出席帖 为了让海誓重回自己身边 他提典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新婚之夜 历尽千辛万苦 才在一起的两个人刚要进入正题 不要新郎 却突然口吐鲜血 另悬一线 上次说到 男主为了让心上人重回自己身边 做了一个人生中最重的同时 身在驿站的海誓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看到活生生的浙流 就站在自己面前 这才知道他是假死 而且在方建明的安排下 隐姓埋名住在黄泉关的秘密之所 每日都为卓英搜集情报传递消息 这时又有人送来了婚书 看到婚书 海誓百感焦急 他迫不及待的日夜兼程 赶回昭明宫 而此刻皇宫中的提兰 也做出了决定 皇帝待他不薄 他不忍心加害 而且 此时真伟还有待考究 可原脸侍女曾被世子所救 并且心生爱慕 便极力劝阻提兰杀皇帝救世子 却被提兰训斥 还让他赶紧把毒药扔掉 海誓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昭明宫 不要地上已铺满玫瑰花瓣 师父也在院中等他 可海誓此刻却并无喜悦之情 他责怪师父 始终把他蒙在鼓里 甚至把婚书也扔到了地上 入夜 皇帝来看提兰 原脸侍女忐忑不安地 端出了一碗人参汤 于目脑袋的方建明 终于大胆地迈出了这一步 虽然婚礼只有两个人 可他们的心中都觉得异常甜蜜 海誓更是仿佛置身梦中 约安宫内 皇帝夜审提兰 是要找出下毒之人 将他碎尸万段 可提兰却识口否认 并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原脸侍女剑马上就要连累到提兰 便主动招出自己的下毒缘由 并且当场撞墙谢罪而死 提兰剑陪伴自己多年的侍女 横施当场 经不住悲伤痛哭 以至于身体出现不适 御医给他诊脉才发现 他已怀有身孕 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 脸上并未露出半点喜悦 而是下令将提兰禁足御安宫 阳王府内 得知了海誓连夜赶回京城后 阳王的心里也有了打算 可这一切都被方建明 安插在厂王府上的暗线听到 他也提前做了一番部署 海誓早上醒来 方建明给他熬了新鲜的鱼片粥 还体贴入微地喂给他喝 海誓不禁又欣喜又愧疚 最后方建明掏出了那枚班纸 下定决心似的 带到了海誓脖子上 冬玉马场上 皇帝和百官都来给厂王庆贺生辰 观赏他豢养的阴笋 这时方建明的手下 悄悄拿出一只小阴笋 藏在身后 母笋看到自己的孩子 静止俯冲了下来 海誓见状 怕师父受伤 急忙奔向他 方建明则是拉弓搭建 不料那件竟是 先射落了海誓的头冠 又深深贯穿阴笋身体 海誓长发飘散 仅仅一瞬间 女子身份就暴露人前 原来女主的真实身份暴露以后 就引起了皇帝的关注 他走到海誓面前 却一眼就看到了 他脖子上戴着的扳纸 皇帝看着方建明的眼睛 瞬间明白了 海誓就是他的心上人 为了好友 这之后方建明进宫请罪 皇帝气急败坏地责骂他 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竟把这种烫手山芋扔给自己 可方建明下一秒说出来的话 就让皇帝惊掉了下巴 随后方建明来见海誓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便是皇帝要拿他入宫为妃 如此才能平息众目 保全性命 可海誓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甚至以为 这又是师父做的什么局 直到方建明一口否认 刻意闪躲 以及那些明明是赞美之词 却又句句令他绝望的话 他这才相信师父说的都是真的 此时的大殿之外 战队敞王的那些大臣 已经在雪中跪了三天三夜 他们坚称方建明一党欺君祸国 历见皇帝严惩命臣 次日早起后 皇帝传指封海誓为纯龙妃 方建明又专程献上一壶浇珠 作为海誓的嫁妆 还说这是海誓幼年在海中逢仙 受浇人眷顾所得的西式浇珠 皇帝为此赐他别号 无诛夫人 女主虽然对师父又爱又恨 可是已至此 他也对师父渐渐感到陌生 决定和他一刀两断 原来在海誓最伤心无助的时候 皇帝告诉了他 关于百息的事情 海誓听后震惊不语 海誓了解到 方氏家主与历代帝王之间的纠葛 从第一任青海公开始 时至今日已有几百年 每一任都会成为帝王家的百息 他们肩负沉重的使命 得到荣华富贵的同时 也承担着同等的痛苦和灾祸 知道真相的海誓 瞬间泪如雨下 心痛得无以复加 因之上 众臣纷纷觐见 要求严惩方建明 而且并不认可 海誓乃是祥瑞之人 口口声声说 方建明是为了给海誓脱罪 所以故作他幼氏逢仙 即便方建明拿出了 焦珠给大家过目 场王还是暗中给臣子 使眼色让他们趁机发难 质疑焦珠真假 于是 皇帝宣海誓上殿 只见海誓命人端了一碗清水 他的手心欲水 则显现出 幼氏焦人留给他的印记 赫然是焦人的名字 狼还二字 而那焦珠 则犹如有了生命一般 在海誓的操控下 悬浮在空中 这神奇景象 令在场众人都叹为观止 海誓又细数在师父的带领下 继风管与边关将士的 累累功勋 终是让场王手下的 言官哑口无言 随着早朝结束 有关霸出青海公的声音 也一并消失 皇帝也下令 从今以后 此事不许在意 为了除掉自己府中 方建明安插的眼线 场王命令管家 宁可错杀不许放过 把可以随意进出 内院的二十多名家丁 一并毒死 海誓经过研读各种书籍 终于查到 上任方家家主 曾比先帝多活了几年 于是跑到昭明宫 劝方建明解除百息 可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怎么可能答应海誓 面对擅长隐忍的师父 海誓心里充满了 深深的无力感 今日就是海誓的册封典礼 皇帝一再提醒方建明 若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然而方建明自知没有以后了 他故作镇定地 亲自为海誓送嫁 看着他被册封 看着心爱的女人 一步步变成了皇帝的妃子 自从男主频频毒发吐血昏倒之后 皇帝就每日忧心忡忡 看着方建明对海誓的感情 他也在反思着自己 这天晚上 他来探望被禁足的提兰 他告诉提兰 自己派去助典调查的人证实 索兰世子并未受到控制胁迫 提兰的母妃也都安然无恙 而且自己 还专门派人在暗中保护他们 这让提兰非常感动 第二天一早 太监进来禀报说 海誓已在外面等候向皇帝问安 可皇帝却说 以后免了他的成婚定性 提兰见状劝皇帝 不要冷落了海誓 皇帝见他们姐妹情深 就主动透露了实情 这天朝堂之上 大臣上书西平港大汉 逃难灾民恶表千里 坊间传闻 这是因为西南连年填海造地 触怒了龙尾神 所以才会天降大汉 众臣纷纷献策说 海誓是龙尾神使者 应当代表朝廷 前往西平港镇灾祭祀 安抚民心 皇帝却认为此事不妥 声称自会审慎处置 另一边的海誓 最近在一门心思地研究 破解百息之法 这天有位宫女哭着求见 她自称家住西平港 因家乡招灾 父亲和哥哥都已经饿死 恳请海誓顺应名义 以龙尾神使者的身份 去救救百姓 此时要求海誓 去西平港的奏折 也多如牛毛 皇帝头疼不已 海誓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自寝前往 在他的坚持下 皇帝授予他寻天之意 海誓临行前 本想与师父告别 可方建明此刻正昏迷不醒 手下人只能谎称他不在宫里 不明真相的海誓 还以为是师父刻意躲避 只能伤心地失望而归 厂王这个野心家 发现方建明 已经好几日没有上朝了 料定他是在藏起来养伤 那海誓独自在外就孤立无援 这场戏就更加精彩了 这天皇帝隆重地送海誓出城 他心里也是万分忐忑 只能默默祈祷他 一定要早日平安归来 而晚上提兰就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原来是提兰在古书中发现 龙尾神可以解卫生花之毒 他的发丝 血液乃至灵片 均可以压制毒性 皇帝一下就联想到 那些龙尾神眼泪所化的胶珠 他让太医赶紧把胶珠磨成粉 亲自给方建明喂下 海誓一路日夜颠簸 终于抵达了西南边境 他在沿路就看到了许多灾民苦不堪言 而当地腐败的官员 还以为他只是个花瓶 还想将灾情敷衍隐瞒 海誓发现是有蹊跷 便将计就计 故意装作不知百姓疾苦的样子 还提出让他们将歌舞纪 请到府上表演解骂 去暗地里派人出去调查 而另一边方建明 也终于醒了过来 而他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质问皇帝 现在的二人 虽然身份有别 只能将感情苦苦压抑 但内心深处 还是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对方 原来海誓在到达西平港之后 就闭门不出 宣称要为百姓其语 实则是换上了男装 混在灾民当中了解情况 正如他所料 西平港的刺史 将百米卖给有船队的豪生 起先百姓还能吃上马脚料 到后来就没有任何可吃的食物了 百姓们都知道 无助夫人是龙尾神的使者 但是他的到来 并没有让大家摆脱窘境 这使得百姓都渐渐有了愿意 而远在京城的方建明 实在放心不下海誓 他表示 如果看不到海誓平安归来 就是死也避不上你 皇帝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同意 并且叮嘱他 带上胶猪粉 一定要平安回来 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 迟迟吃不上饭 对胡诸夫人已经怨声四起 当地官员都来劝海誓先出城躲避 然而正说话间 空中突然雷声震震 大雨倾盆而下 众人都震惊地张大了嘴 百姓更是欢呼雀跃 认定他真的是龙尾神使者 海誓还告诉大家 梁船已经出发 三日便可到达 就连身旁的侍女 都惊讶于他的这番操作 以为他真的会秘书 直到海誓解释说 不过是看到了一种 可以预知天气的植物 才知道近日内定会下雨 就连梁船也是他提前安排好了 这下百姓终于不用 每日都喝米汤了 海誓在众目睽睽之下 怒斥刺刺四四四开 粮仓买卖存粮 这些罪行足够掉脑袋 不料商会会长 却替刺史求情 解释说 先前多次上座掉粮 奈何朝廷一拖再拖 迫不得已 才将少数大名换成马脚料 至少可以让百姓多撑些食 这时 两旁的百姓也纷纷说 刺史是个好官 请海誓开恩 海誓思虑再三决定 先调查清楚再做决断 这时天上又下起了大雨 百姓看到海誓手心的印记 发出光芒 都大呼神使降音 这场面 刚好被刚刚赶到的方建民看到 他心里也甚感欣慰 因白天看到海誓淋了雨 方建民放心不下 晚上就来看望他 他刚准备点海誓浩迈 却出乎意料地被他抓住了手 自后接连数日 海誓都上街失洲政绩百姓 还调查清楚了 刺史的确是受灾情所获 并无中宝私囊 所以警罚了他们俸禄 以示惩戒 海誓在回城那天 当地百姓家道欢送 方建民也在高处默默注视着他 而远在黄泉关的这流 已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他在这里表面上开了一家高定服装店 实际上还是做着情报工作 由于夺落近期 要对加满人发起进攻 所以卓英想说服自己的叔叔 出兵帮助加满人 可幼蒲敦王却提出了条件 只要卓英娶了自己的女儿 就同意出兵 说着还拿出了刚收到的情报 卓英看着布条大吃了一惊 因为那上面的刺绣手法 简直和这流一模一样 男子和公主大婚 可他却不知自己贴身穿的礼衣 竟是心上人连夜改制的 原来自从幼蒲敦王提出了 让他娶公主的条件后 卓英就日夜苦恼 只因他的心中除了这流 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这时公主塔拉来到了他身边 这公主的性格天真直率 即使看出了卓英心有所属 可依旧对他痴心不改 另一边的方建民和海誓 终于平安回到了京城 皇帝十分忧心他的身体 可此事的焦珠粉已经所剩不多 而方建民的身体 也无法在长途跋涉 于是皇帝提议 让海誓去把焦人带来京城 给他驱毒 可方建民深知焦人离不开大海 他不愿因为自己 而让焦人涉险 随后方建民就收到了卓英的密报 这天 诸国使臣因金价暴跌一事来觐见皇帝 海誓因为正在有功 皇帝准胎义政 所以带他一同出席 不料席间各国使臣都表示 金价暴跌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 有的哭穷 有的讨料说法 可皇帝却说 大争国运昌隆 各国也不会受金价影响 还说很快就可以请出 他们信奉的龙尾神真身 来证明自己所说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心想救方建民 可海誓却不知道皇帝的用意 等使臣走后 他直接表示 娇人不是神 只是生活在海里的人 而且离开大海就会死 自己不会为了面子攻城 而让救命恩人设行 可这次皇帝均一反常态地斥责了海誓 还给他下了死命 这天快要成婚的塔拉公主 来到这流的服装店 想给卓音做一套礼仪 并且宣布了自己要大婚的消息 这流文言大惊 纵使伤心至极 依旧答应了下来 流一夜没睡 恍惚间他仿佛看见卓音 来到了自己身边 第二天公主来取衣服 被秀娘的手艺赞不绝好 大婚当晚 公主兴高采烈地把李懿拿给卓音 不料 他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这流的手艺 顿时心生疑惑 他让公主早些休息 就一个人离开了 而另一边的海誓 有事来找师父 正赶上方建明不在 海誓无意中 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 晶莹剔透的小瓶子 女主终于知道了师父中毒一事 为了师父 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去请娇人帮忙 原来这天因近期外交形势紧张 海誓正和师父商量对策 突然有人来报说 尼华罗使臣去酒馆喝酒时遇刺 殊不知 这竟是祝年使臣受人指使 故意把尼华罗使臣带去了酒馆 好在季风馆的人抢救及时 才保住了使臣一命 可第二天的早朝上 祝年使臣竟贼喊捉贼地 向皇帝发难 于是方建明当场拆穿了 是他挑唆尼华罗使臣 擅自离开一馆去酒楼痛饮 等他喝多以后 又诱骗到昏暗之处 并让事先埋伏的杀手行动 祝年使臣见自己被拆穿 惊慌失措地让场王帮自己求情 最后皇帝把他禁足管役 等尼华罗使臣醒来再做打算 这时 海誓提议就让场王负责一馆的安全 场王无奈只能答应 这天海誓陪同尼华罗副使 前去探望受伤的正使 不要临出门时 副使却突然中邪发狂 挥舞匕首就向海誓赐来 千军一发之际 方建民出现挡在了海誓身前 虽然制住了对方 但他却因为动用内力而引起了毒发 皇帝闻讯急忙带着李御医前来 海誓这才知道了师父中毒的事情 方建民醒来后 得知赋使也中邪暴毙 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 尼华罗很有可能要发兵讨伐了 可现如今的大争 举步维艰经不起战乱 可他更不愿让海誓做他不想做的事 于是向皇帝奏请他自己 去寻找狼环 但皇帝知道他这一去就是天人永格 于是极力说服他让海誓去 皇帝表面上答应了方建民 等他走后 就唤出了躲在屏风后 哭成了泪人的海誓 为了师父 为了大争的百姓 海誓义无反顾地决定 即刻启程出发去请娇人 在此期间 皇帝会吩咐李御医 给方建民吃点安眠药 让他睡上几天 并且给狼环准备好特别的车拧 晚上 海誓来和师父告别 看着他憔悴虚弱的模样 心里犹如刀割 海誓换上男装 戴上那枚班纸就出发了 抚摸着班纸 就犹如师父时刻陪在他身边 而另一边 也有一支队伍悄悄地出发 他们贸然地去拜访了海誓的母亲 自称是奉了皇帝之命 接他回京城 跟女儿团聚一养天年 负责保护叶大娘的一个暗卫 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就给季风馆传递了消息 海誓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赶到了海边 他把右手放入海中 手心的印记瞬间发出光芒 他能否顺利找到狼环呢 女主将手掌伸进海里 骄人很快收到召唤浮出水面 他轻轻握住海誓的手 一瞬间就读取了他的记忆 而另一边提兰的弟弟索兰世子 也以驻年使臣的身份来到大征 还得皇帝送了很多礼物赔罪 而一直昏睡的方建民 也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他梦见海誓成为了他的百姓 为了替他挡灾 竟死在自己怀里 他瞬间从噩梦中惊醒 也知道了海誓去请龙尾神和皇帝 皇帝兴师问罪 指责他是不是用丈母娘威胁自己媳妇 皇帝听得一头雾水 方建民这才明白 是有人假传圣旨 此刻海誓一定有危险 另一边的海誓赶着马车 护送狼环回京城 半路就遇到了杀手袭击 对方人数众多 经过一场恶战 海誓这边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只剩他一人孤军奋战 这时厂王派来的杀手 拿出了叶大娘 以他的性命做妖邪 让海誓交出龙尾神 海誓拿起弓箭 拼命般射死了为首的黑衣人 然后强忍悲痛驾车狂奔 众多杀手在后面穷追不舍 可眼看前面 就是身不见底的万丈悬崖 关键时刻 方建民从天而降 越过杀手 来到海誓身边 女主霸气首思杀母仇人 野心家阴谋 终于暴露人前 自从厂王得知了方建民海誓 以及龙尾神都跌落悬崖之后 就开始进行他的下一步篡位计划 这时副将服役来见厂王 告诉他自己此次调集了几万人马 以助他逼宫 而且早在数日前 就收买了海誓的德力手下张成谦 甚至在对方身边安插眼线 若是发现有意 就会立刻除掉 一切准备就绪 厂王对这次行动信心满满 到了展示龙尾神的日子 各国使臣都如约而至 久过三旬 大家都纷纷询问皇帝 何时能瞻仰龙尾神 可皇帝只是默不作声 厂王一边观察着皇帝的脸色 一边给手下人打了手势 让外面的服役 是对皇帝发难 指责他德行有失 所以无法请来龙尾神 皇帝看着厂王 渐渐露出真面目 不禁一股寒意传遍全身 他没想到 自己一直无比信任的亲弟弟 居然会起谋逆之心 要和自己手足相残 而偏殿 使臣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说 如果见不到龙尾神 定要出兵讨伐 厂王也继续在死亡的边缘试探 直到看见方建明 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才瞬间傻了眼 与此同时 服役率领叛军长驱直入 不料张成千 却是假意投降 事先已和计风管的人 商定好计策 布下天罗地网 合力将叛军围剿 随后海事现身 把手放在水晶缸上 请客间 殿内大放异彩 被各国奉为信仰的龙尾神 显露真身 使臣们纷纷虔诚地下跪仇办 随后 又以龙尾神 可以驱赶交杀 勿佑于名为由 恳请皇帝 将他送回大海 皇帝欣然应语 但是要求各国与大征 再次结盟 约定世代交好 永不侵犯 否则将勇师龙尾神眷顾 看到眼前的场景 场王惶恐不安 刚想借机溜走 就被海事拦下 这时 叛军守将也被押入殿内 说着 海事就拿出了各种证据 尼华罗使臣 也请求皇帝言成场王 场王间大势已去 就在殿上发起了狂 于是皇帝下令 将他打入牢狱 待此事结束后 海事为狼还准备了浴池 感谢他的相助 狼还突然想起卫生花 就表示自己 可以帮方建明解读 这让海事惊喜不已 可方建明认为 狼还长途跋涉 耗费了太多的体力 今天就好好休息 改日再商议解读的办法 回去的路上 方建明突然出手 弄晕了海事 男人既要和皇帝的妃子私奔 还在妃子的要求下 写了一张保证书 然后就抱着他 完成了早该完成的人生大事 原来这天海事起床 已是日上三感 听说师父在等他 就匆忙赶往昭明宫 方建明一见到海事 就把卓英的书信拿给他看 信上说 不久之前 夺落率兵突袭诱部 塔拉公主为了救他死于剑下 卓英为避免更大伤亡 就只身将夺落引到无人之处单挑 最终将其制服并逐出草原 成为了新的左托敦王 从此边关和平 不会再有战争 如今场王已除 天下安定 方建明向海事道歉说 当初送他进宫 是情非得已 都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又说知道他不喜欢被公归束缚 问他有何打算 海事听到这话 还以为师父又要将他推开 虽然方建明三番五次的承诺 这次一定和他生儿育女白首相装 可鉴于他以前的表现 海事还是不放心 非要他写下来签字画鸭才可以 于是两个人手牵着手 兴高采烈地去写保证书 原本还挂念着方建明身体的皇帝 一看到他神清气爽的样子 就知道 他一定是得到了爱情的滋润 皇帝答应他 词官归影 还说到时就对外宣布青海公的死讯 在让海事送王皇回去之后 就地修行 这样一来 二人就可以和寻常百姓一样 过起南庚与之的神仙日子 随后他又询问该如何处置厂王 因为他心里始终顾念手足之情 拿不定主意 方建明认为 厂王身负多条命案 证据确凿 若不治罪难以服众 而且他善于韬光养晦 留在身边恐养虎为患 另一边牢狱里的厂王 每日都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 这天他在实物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警告他 欲保加安 切勿妄言 与此同时 索兰世子也去向皇帝请罪 并说出了一个 让皇帝震惊不已的秘密 皇帝大惊 立马叫来方建明和海事商议 海事提议狼环可以通过触摸 获取对方记忆 于是就带厂王来建狼环 果然真正的厂王 在去住年不久后 就意外溺亡了 现在的厂王 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事实 而找来的冒牌祸儿 真相大白后 皇帝毫不留情地一杯毒酒 送他领了盒饭 郎环说 若想根除未生花之毒 需先解除百息 他还告诉方建明 如果普通人喝了自己的血 任何毒皆可迎刃而解 可方建明出身流伤方式 血统特殊 如果彼此血液相容 便可解毒 若是相克 则等于饮阵止渴 加速死亡 方建明迟一片刻 还是决定冒险一事 好在解除百息的过程很顺利 皇帝感觉到了久违的疼痛 这让他激动不已 方建明这次没有隐瞒海事 还当着他的面 喝下了狼环的血 两个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友情人 正在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殊不知更大的变故 马上就要到来 自从方建明喝下狼环的血晕倒后 皇帝马上就把青海公的死讯 招告天下 说他是为了设计操劳成疾 还追封了封号 可实际上 御医却告诉皇帝 方建明不仅体内毒素全无 就连陈年旧伤也一并康复 只要以后不出现意外 就是活过百岁也不成问题 这让皇帝和海事都喜出望外 可海事高兴过后 却有些自责 因为他意识到 方建明为自己 舍弃了流伤方式的地位 以后就是普通百姓了 既无法调动季风馆的暗卫 也不能回庙堂击败祖先 然而方建明却并不在乎这些 还安慰海事 皇帝还给两人 送来了新的户口本 海事说 要回自己的家乡 买一套海景房 每日就赶海种花 再生几个孩子养一条狗 每年还要出去旅游两次 方建明都欣然阴雨 这天 海事要启程 将狼桓送回大海了 皇帝率百官 亲自为他送行 这天 索兰世子来看姐姐提兰 他亲自画了一幅吉祥娃娃图 恭贺姐姐有孕之喜 还说姐姐独自一人背井离乡 在这皇宫之中 即使皇帝对他再好 也会有很多不义 自己一定会振兴助你 日后成为姐姐的依靠 这一番话 说得提兰感动莫泪 直夸弟弟真的长大了 与此同时 提兰送回了大海 提兰因为以往服用了过多良药 以至于身体虚弱 最近有了落红的症状 可于一说并无大碍 调理几天就没事了 但皇帝还是心怀愧疚 决定要封他为后 等生下男孩 也要立为太子 索兰听闻姐姐动了胎气 就急忙进宫探望 虚情假意地表达关心 还借着替姐姐和孩子 祈福为由 要走了提兰从不离身的 龙尾神吊坠 另一边的方建明和海事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其狂魔方建明 甚至动用超能力 把海事喜欢的糖果铺子 小酒馆 胭脂首饰店 都开到了附近的镇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如同普通夫妻般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烹茶对宜 赏花抚情 有数不清的浓情秘义 道不尽的浅犬勤农 似乎都弥补了之前 洞房花烛的遗憾 这天海事收到信格传信 得知皇帝和提兰一切安好 原来在离开天启之后 海事便与张承签约定 要不定期 给他传递有关督中的消息 而另一边的索兰 却拿着提兰的吊坠 骗取了汤钱字的信任 因为汤钱字很久以前 就与提兰相识 并且深深地爱慕着他 索兰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他谎称 提兰在宫中生不如死 屡遭皇帝迫害虐待 前几日还被打得落了红 所以提兰才拿出吊坠 向他求救 妃子刚在乱军之中 生下小皇子 就和皇帝双双撒手人寰 自从索兰和汤钱字 准备发动政变后 皇帝就有所察觉 可无奈 现在城中兵力空虚 只能立刻关闭所有城门 同时再向各地求援 与此同时 海誓和师傅 也收到了张承签的消息 他们意识到事态严重 立刻兵分两路前去支援 此时 汤钱字率领着大批叛军 已经席卷至天启城下 两方正式交战 箭矢如雨点般铺天而来 士兵死伤无数 皇帝守在城上督战 因心中挂念提兰 皇帝让亲信 去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不料却来迟一步 提兰已被一伙冒充 内侍的人带走 并被打晕后 偷偷运出了皇宫 等到提兰醒来后 就看到弟弟索兰 站在自己面前 这才知道以前的卫生花毒 以及今日之乱 都是他故意涉局 这时 季风管的暗卫 终于探到提兰的下落 急忙禀告给皇帝 皇帝牵挂提兰安威 执意要亲自去营救 因为他当年失去了子簪 现在不能再失去提兰 他们在回宫的路上 遭遇叛军拦截 对方人数众多 将他们团团包围 关键时刻 方建明现身护驾 他让皇帝先走 然后凭借一己之力 对抗万千叛军 可好巧不巧 此时提兰动了胎气就要生产 皇帝只能临时找了奸 或无安置下来 而他则守在门外 可索兰率领叛军 很快就找到此处 身旁的暗卫都已倒地 只剩皇帝孤身一人浴血奋战 他从白天杀到晚上 已经伤痕累累筋疲力尽 就在这时 一声嘹亮的婴儿哭声响彻夜空 终时令他松了一口气 可随之而来的 却是索兰的最后一波猛烈攻击 时方建明感到 他手起刀落 结果了索兰的性命 可皇帝却失血过多 就算华佗在世 也无力回天了 他临死前 将大政的百姓 和自己刚出世的孩子 都托付给他 希望他能好好活下去 就在这时 夜空中亮起了信号弹 是海氏带领援军赶到 他于乱军之中 升情了汤钱自 可汤钱自得知 提栏与命的消息后 顿时悲痛欲绝 自尽于当场 这场叛乱也就此平息 而这时皇宫中的小皇子 却危在旦夕 李御医发现 他因早产导致气息逆行 恐怕命不久矣 这时 海氏赶到了宫门口 也得知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女主见到爱人后 顿时泪流满面 他意识到 方建明既然选择了 和小皇子在施板西 就已经决定 把自己的一生 彻底束缚于宫墙之内 而在国家威王面前 海氏也必须做出 同样的选择 可这样一来 两人余生的幸福 也如梦幻泡影 苦心建立起来的小家 也再回不去了 二人都心痛难当 只能用幻想 来弥补心中的遗憾 如果一切真能如 海氏讲述的那般 该有多好 只可惜 这世上没有如果 方建明躺在海氏的腿上 疲惫地闭上双眼 叮嘱海氏 记得过一会儿将他叫醒 很快小皇子继位 海氏被册封为太后 垂帘摄政 这天的朝堂之上 他收到了卓英的亲笔书信 信上说 自从幼仆敦王病故后 卓英合并了胡库左右二部 并接受了其余部落的归顺 七千里汉州终于统一 连生赢家 卓英忠实不辱师命 凭借一己之力 为大政的边关 带来了数十年的和平 只见一晃过了五年 海氏和帝师 把小皇帝教导得很优秀 他知道母后牵挂帝师的身体 便劝说 他和自己一同去探望